人最苦的就是欲望太多 欲望永远填不满 那你说就天天造业 造业的时候不知道 死了之后国报现前就下来了 一切都放下 念佛往生净土是非常非常容易 对他来讲这个事情太简单了 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念 你知道他一心想往净土 他就真的就一心想主 一心念主 这人必定往生了 净土这个方法 你不遇到 那句话说 遇到真肯干 时间再短都成功 问题是真忏悔 真会多 假的就不行了 你真心跟阿弥陀佛 立刻就感应到焦 那确确实实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一念佛 一点都不错 这个例子 很多很多 净土神仙路里头 往生转离 那只我们现前同修当中 你亲眼所及 亲耳所闻 那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那弥陀经上告诉我们 若一时到若七时 不要很长的时间 真正真心忏悔 一天两天的时间够了 就能把你无量界的罪业 统统忏悔参除 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没有这种勇猛 勇气 改过自行 过去的我 真的放下了 从现在起 齐心动力 唇善唇尽 那唇善唇尽 就是一具弥陀 心里头除弥陀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就有感应 阿弥陀佛 还有个杂念在里头 就把你感应破坏掉了 四十八月里 讲得清楚了 黎明仲实 一念深念 就能往生 这是阿弥陀佛 慈悲到基础 现在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模仿不下 答案就是 你对四十真相 没搞清楚 四十真相是什么 四十真相是假的 你不知道 你以为它是真的 你想当了 以为是真的 你想控制它 你想支配它 你想占有它 你觉得早已了 这个意思 它很冤枉 为什么 自他都不可得 你不觉得冤枉吗 真正知道 自他都不可得 你的妄念 却放下了 不造业了 念念于自信 相应 念念于 实相相应 这是什么人 佛菩萨的境界 你现前 你现前就 祈祢了 你现前就祈祢了